4月8日零时,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,经过76天的坚守,江城迎来重启。 香港警嫂韦涛瑞尔听到这一消息欣喜地表示, 待疫情过去,希望能和身边的警嫂朋友们一起去武汉吃东西,看樱花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不少香港警察和警嫂们都牵挂着武汉的情况, 他们纷纷以捐款、捐口罩或者录制视频喊话等方式,为武汉加油打气。 威涛瑞尔一时参与了捐款的警嫂之一,她说, 不会忘却在香港警察最困难的时刻,内地朋友们给予的支持和鼓励, 所以看到武汉遭遇疫情的时候,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 威涛瑞尔说,在修理风波中,丈夫作为在西九龙之勤的前线警察, 时常要在暴力现场面对着激进示威者的汽油弹袭击。 丈夫外出工作的每一刻,她都是在焦虑中度过。 不仅如此,周遭很多朋友已经正见不同而分道扬镳。 威涛瑞尔觉得分外孤独、煎熬。 而这时,来自内地朋友们的鼓励为她带来了莫大的勇气。 威涛瑞尔说,自己在微博上看到了许许多多为香港警察加油的话语。 也有很多人把明信片或者礼物寄到香港, 自己和其他警嫂们当起了派见员,把网友们的心意送到警察手中。 我肯定有过三万多张。 因为之前我收过一张很大张的就是三万五千张心意卡。 我真的没有可能逐间逐间警察走。 就把他们一次过送到去总部。 就由总部的福利组那边的同事去帮忙派发给他们的警察。 我是很感恩他们送给我们的这些支持。 可能他们经常都会说没什么啊, 其实都是写一些心意卡或者做一些心意卡送给我们。 其实我觉得是很温暖的,真的。 韦涛尔坦言,当武汉疫情最严峻的时候, 自己和周围的警嫂们想过去做义工或者戏一些口罩, 但都面临困难。 所以他们决定以捐款的方式尽一份勉励, 也是一种报恩。 当武汉解封的消息传来, 韦涛尔觉得选择的心放下来了。 开心啊,真的。 始终见到我们国家,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防护措施是真的做得很好。 还有我都很希望可以香港都可以尽快康复。 我都很想和一帮警嫂朋友一起去内地吃饭, 以及一起去武汉看英霸。